YOW! 我是YT 今集跟大家開箱的就是 FIGURE ZERO 蟲之呼吸蝴蝶忍這個FIGURE 今次有鬼滅之刃的FIGURE 今次出的就是蟲之呼吸蝴蝶忍的FIGURE 跟上幾次出的 鏈肉恨獸狼、鹽之呼吸、水柱水之呼吸 蝴蝶忍出的量是差不多的 那個跟那個盒封面都是差不多的造型 但今次蝴蝶忍是相當難找的 因為火源不多不止 始終蝴蝶忍是人氣比較高的角色 所以被人掃得非常厲害、非常快 很快就已經外面很多地方都沒有貨 真是幸運給我找到最後一盒 雖然這個盒可能有點崩崩的 但沒辦法的情況下 我都要接受這個FIGURE 開給大家看 好,方面方面其實真的沒什麼特別的事要說 看一看背後面 蝴蝶忍,嘩,相當之漂亮 真的要開了,拿了實物出來看了之後 才知道這個造工究竟有多漂亮 好,不多說太多,開箱 BOOSHIA BOOSHIA 已經開了這個蟲之呼吸蝴蝶忍的FIGURE 看一看整個FIGURE本體 其實是用一些EFFECT PASS 去固定整個FIGURE的支撐點 是用這個EFFECT PASS去做固定點 一些固定位置都連著腳腰的部分 令到他做到一個凌空的姿勢 跟上次連著幸獸狼的姿勢差不多 都是用EFFECT PASS來固定的 相當之有型 還有讓大家看看蝴蝶忍的優雅武之動態是非常漂亮的 好,近看一看這個日輪刀 看看這一把日輪刀 講明是蝴蝶忍特製的日輪刀 所以刀鋒的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沒有刀鋒的位置 套了進去 放毒用的位置都可以做到 這個非常簡單的刀鋼的造工方法 另外也是合上惡鬼滅殺的惡鬼這兩個字 OK 後面就是滅殺 然後刀鋼的位置都非常細緻 這個Figure Zero的模型 跟上次幾個Figure Zero的模型 做工都相當的聲勢 好,另外看看樣貌 有沒有崩呢? 沒有,OK 沒有什麼崩壞 頭髮方面的髮色是還原原有的髮色 做到蝴蝶忍原本那種漸變的黑紫漸變的顏色 鬼殺隊的隊伏相當漂亮 做得 他自己穿的後面的衣服 隊伏背後的那件和服的衣服 很漂亮 最重要的是那個Effect Pass 紫色的蝴蝶的Effect Pass 是相當漂亮的做得 很幻彩的感覺 其實看見色是很實的 好,今次有這個Figure Zero 蝴蝶忍的這個Figure 真的開到這麼多 最後也給大家看看 各個部分的細枝位置做成怎樣 景品來說 這個Figure 滿分10分的話 一定是給大約7分以上 因為真的相當漂亮 這個景品的造工 細枝到相當漂亮 也保持Figure Zero以往做Figure的質素 另外這個Figure也沒有崩沒有壞 所以也不錯 至於可換性方面 Figure Zero始終景品的關係 真的不是特別大的可換性 但以百次來說 我覺得都相當高分 好,今次跟大家開Figure Zero 開到這裡 之後,這個月的月尾 將會出這個 嘴瓶E之座的Figure 真的會有可換性 因為可以緩眠聽聞 到時候應該會怎樣呢? 到時候到貨之後 即是出了之後 再開給大家玩一下 好,那就跟大家玩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Like和Share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Facebook 記得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會帶一時間收到我最新的影片資訊 另外記得Follow我的IG、Instagram 大家記住 有好玩的東西 就會有我的Player Studio